昨天有人问说是不是有要休息等等 那我也回答过 但是大家好像把我的回答 这个上下半句拆开来解释 不管在什么位置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 只要能够为台湾做事 都是他喜欢的 我是立法委员 我今天的职责是在立法院 让国家的总预算能够顺利三读 至于内阁是不是改组 这是总统的职权 并且我相信总统和院长会有最好的讨论 其实关于内阁改组的问题 这几天我回答了非常多 尤其像昨天 有人问说是不是有要休息等等 那我也回答过 但是大家好像把我的回答 这个上下半句拆开来解释 那我再说一次 其实我的说法是 院长非常的感谢国家总统人民 给他这个机会 能够为台湾来做事 喜欢做事 会做事 一直是苏院长的风格与态度 这也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所以不管在什么位置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 只要能够为台湾做事 都是他喜欢的 我们家一向非常紧密 家人之间彼此做的决定 都会互相支持 民进党之所以希望能够胜选 是因为我们认为这八年来 蔡英文总统带领的台湾路线 是对国家最好 也是对人民最好 这个路线希望能够延续 所以民进党及我们执政党的委员 希望在2024能够胜选 基于这样子的理念 我们会全力以赴 内阁是否改组 只是在这个大部队前进当中 的一个步骤 我相信总统和院长 以及所有的党团成员 甚至是全体同志 都会朝这个目标努力